浩月当空 无数打着火把的红衣兵士正在前进 而我望着一对对身穿黄衣的兵士从我眼前缓缓进过 我心中黯然想到 此战过后还能不能活着 我紧了紧手中的马将心中莫念道 他们终于要来了吗 没错 我们是黄金 而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并且还是一名小童呢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一个月前 应该是公元2022年春节前夕 我搭乘列车前往回家的途中 在卧铺上一觉醒来之后就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后来我才知道 我穿越了 并且回到了古代史上最混乱 最动荡的东汉末年黄金大起义的时代 这是群雄并起的训练 也是浩劫的开始 刚经过几天的亡命生涯 我悲哀的发现 光靠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无法在这个乱世生存下去的 一会流窜的盗贼就足以让你丧闷 这是个人吃人的时代 唯一活命的机会就是加入一个组织 并拿起武器去干掉对话 只有这么做 我才能活下去 我本想参加冠军 毕竟黄金大起义很快就会失败 我可不想给张脚那老道殉葬 可在投军的时候 我差点就被贪婪残暴的冠军将领 当成黄金贼杀头冒攻区领赏 幸好当时一伙黄金贼 凑巧就吓了我 于是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了一名黄金贼兵 一个月来 我已经记不清走地参加了多少负战 我连钻卫战中 也迅速成长为一名冷血头 倒在我手下的官兵少说也有十几个了 于是我理所当然的就升官了 当上了黄金军的一个头目 两方的军阵更近了 我望着对方那整齐的军阵 就像是来自死神的世界 因军阵中 我只想在这次必败的战斗中活下来 并借其逃走 因为我知道黄金起义最终是一定会失败的 跟着张脚混只能是死路一条